请启动大特车驾驶扩大真材 台北厂正式启动 请掌声鼓励鼓励 公路总局指出 疫情后客运驾驶缺很大 全国缺额达2400人 因此公路总局寄出补助 并洗手客运业者举办全台扩大真材 画面现场是台北厂的真材活动 共有20家的客运业者涉滩招募驾驶 成功录用的驾驶员 最高可领12万2100元的补助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询问 甚至还有外国人也来应征 这是我的仪务是驾驶 所以我也想要驾驶它在台湾 我只喜欢驾驶驶 和转动人们 他喜欢开课车 其实他喜欢跟人互动 然后这样子的话 一方面他学语文也比较快 一方面可以交朋友 因为他现在是还没有驾照 对没有职业驾照 所以我们先安排他去开训练 开校车 校车大客车驾照就可以了 等他起的职业驾照 我们就把它转到施工车来 其实我是想说考上证照之后 想说之后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在客运业服务或什么的 我已经有大客车执照 对对还没有换职业 我就普通大客车执照 因为他需要考上三个月之后 他才能够另外再考机械尝试 才能换职业大客车的证照 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他有提供速赏 然后奖金也是给蛮多 像一个月 一般一个月给多少 满上个月给多少这样子 这个蛮吸引一些年轻人会想要来的原因 但是后面也要看后面福利是怎么样 如果再多给的话 当然是投入会更多 因为我本身也对开车蛮有兴趣的 因为开蛮久的 开小客车 因为转职之后踏客车可能挑战性比较高 我本身也是对开车也蛮有兴趣的 他只要有小车满两年 不管他持有手牌或自牌 他都可以到教训班来考这个驾照 他如果是自牌的 手牌的 都直接都可以升小车升大客车 那如果他是 他考到了以后 要反上个月就可以考个机械常识 60分 他就变成职业大客车 我们大基隆驾驱班有这项服务 所以说不管你 你现在会不会开小自牌的 手牌的 我们也都全程在七周里面 让你顺利拿到驾照 目前经过就是说全国的各地区的公车业者反应 我们目前的司机员的缺额大概有2400位 那所以我们在全国有六处 办理大客车的驾驶的扩大真材活动 我想以往就是说公车业者 其实各自招募司机员 那透过就是说我们联合的真材活动 其实各家客运业者 然后所有的这一个我们的有志想要成为公车驾驶的朋友们 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个统一的一个资讯 那我们联合的一个真材 其实就是说让大家就是说在一个就是说比较方便的一个场合 能够快速的得到相关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那另外就是说政府也知道就是说公共运输这个非常重要 那所以就是说我们也跟客运业者一起携手合作 那提供了包括就是我们要成为这个公车驾驶的 这个可能需要做相关的受讯 那受讯的如果说能够这一个受讯完之后 在客运业者这边能够服务超过三个月 所以包括受讯的费用全额补助 以及受讯期间因为没有收入的话 我们有提供基本的这个工资的一个生活津贴 那另外就是服务满六个月跟一年的话 都有这个稳定就业的奖励已经三万元 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跟业者一起合作 然后也让这个我们的一般的民众 了解到这个我们的公车驾驶的这个行业 那如果说能够投入这个行业的话 他也能够安心 那最主要的我们下次针对大客车 我们提供一些那个优惠方案 例如说他有一个训练会 那我们如果不管你也没有驾驶指导 或者你有小车晋升为大车驾驶指导的话 我们最高可以补助到一万四千五百块 那还有一个生活津贴 在你这个受讯期间 我们以一天来计算 那我一天就是八百块左右 那我们最高的一个金额可以补助到四万六千 四万七千六百块 四万七千六百块 那我们最主要还有一个稳定就业方案 所以稳定就业方案说你们就是学好一个车子 那就在那个公司上面来来就业 那这时候半年之内 半年以上我们就会补助三万块 如果半年以上又超过半年以上 就在一年又超过一年 我们再补助三万块 换句话说 半年每隔半年各补助三万块 一年之内可以补助到六万块 那整个补助下来呢 我们大概金额会在十二万两千一百元 就是我们这个整个金额会补助在十二万两千一百元 也希望这个大家利用这种机会 能够这个再对自己的一个就业方面多一种选择 也许我们的整个疫情正常化之后 那我们跟疫情共存 那可能百月复苏 那我们整个客业的一个营运水准 恢复到一万的规模 那我想我们的大概整个大科车的驾驶 切口大概有两千四百多人 我想我们今天就有这样的一个招募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公务总局 那也用揽财 留财 玉财的整个一个补助 我们希望能够招揽到一个适当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能够充足我们所有客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能力 而对于公务总局提供相关补助措施 并协助扩大真才的做法 汽车客运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也表达相当感谢 振兴的方案 我们需要酝酿 我们已经上升了 已经提升了 但现在我们最缺乏是什么 就是司机 缺乏这么多司机的话 我们怎么振兴的起来呢 所以今天办的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对我们是来讲说是重中之重 你没有司机你怎么改成呢 我今天有20家我们客业业者 不管公车大台北地区的 我想这样我非常谢谢所长 今天虽然第四场 但是这是最大的一场 那当然我也期待今天能招募更多的时机 我现在是以前年会理事长 我非常欢迎有志之士来参加我们大客车的这个行面 公路总局台北监理所统计 这次来应征的人数有350人 成功每合人数约117人 而扩大真才与稳定就业的补助计划 将持续到12月31号为止 想投入职业大客车驾驶的民众 可以向各客运业者或是台北市区监理所洽询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